為了推廣新北市的甘薯 在金山地區市府農業局每年都會在這裡 舉辦一年一度為期兩天的甘薯節活動 而在新北市的甘薯最大產地就在北海岸 金山區公所表示今年的甘薯節 將會在8月17號以及18號來舉行 地點則是在環京路旁 而今年除了甘薯節結合新北市的健康三寶來舉辦之外 在當天的活動會場 還會有當地的文史工作者 與社區所製作的裝置藝術 禮拜六 禮拜天兩天都會請知名的樂團 還有我們當地的社團來做表演 然後也有摸彩活動 另外我們在現場也有 由我們農委會的水保局來提供的裝置藝術的一個展現 另外我們有請國小學童來辦理的這個寫生比賽 另外我們有大概設了80個攤位的攤商 包括我們一般機關的政令宣導 還有我們一般的這個農村市集 這個有一個雲遊會的一個活動 由水保局所補助的農村再生計畫 交導在地的居民所製作出來的大型甘薯藝術裝置 將會為活動的會場增添不少藝文氣息 區公所表示這一次的甘薯間現場還會有超過80個攤位 以及控窯等區位活動 另外很重要就是我們也有辦理有關控窯 還有以及那個挖甘薯的活動 那麼這些活動都可以上我們新北市 或者是我們金山區公所的這個網站 可以來提前報名預約 或者是在現場做報名 那麼我們很希望能夠在暑假即將結束的這個末端 能夠提供我們包括新北市民 或者我們全體這個台灣的各地的好朋友 也希望來我們金山這邊 嚐一嚐我們甘薯特別的風味 今年的甘薯節由於結合新北市健康三寶的關係 對於甘薯的活動經費大幅縮水 剩下原本不到三分之一 而為了讓活動內容更加的精采 特別與在地的社區還有文史工作者合作 加入大量的甘薯與農民的裝置藝術 就是要讓這個屬於北海岸的節日更加的多元化 記者廖品函協議金山採訪報導